他还赚了钱改变了台湾的样貌 其实人家会说台湾会不会香港话 我要讲一下 因为我在香港念博士 我去年才拿到 我在那边念了五年的博士 我看到了香港被抢来粉的惨状 那种就是被战虫的惨状 我都看到 可是台湾应该不会变成香港那么惨的原因 是因为香港跟大陆是陆联 香港700万人 去年接待5000万的境外旅客 2800万是大陆客 他没有开放的人数没有管制 所以大人冲进去 然后都自由行的多 所以能少是少光光的 可是台湾真的不一样 是因为台湾有总量管制 一天上限5000人 但是我今天最让我差异的是 盐长寿 盐长寿在我们观光产业 那是一言九鼎 盐长寿先生他反对 他说我们全部都开放 从陆客的角度开放 从中国道路的角度开放 但我们想到全世界除了中国道路 还有很多国家 他说我们阿高级的结果 就是让我们的生活品质不断的降低 其实应该就是说我们其实 在透过政府的力量 这件事情跟福茂也没关 因为我们政府观光局 2008年就开路大三桶 陆客可以来台湾自由观光的 那人数管制从1000 3000到现在5000 如果我们大家都觉得陆客实在太多 可以啊 我不会往下修 再修为3000啊 再修为2000啊 我告诉你只会往上修 不会往下修 等到那些路支开了很多电商 他说拜托政府 你赶快多放一点人 我要赚到他们的钱 没有错 所以说今天呢 这些主要越来越多 你放心 但重点就是他们并没有像大陆这样子 像香港这样子有这么大的接待量 因为我们还有飞机 总量算得出来 对不起 我猜一句话 因为前一阵子有天气很冷 我跑去泡汤 跑去跑到那个北海岸 我在泡的时候呢 刚刚有几个大陆团就进来了 你知道吗 那个大通商 结果像下水饺一样 这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觉得他不是故意的 有一个年轻的男孩子啊 忽然间鼻子一压 声一声出去了 你知道吗 我那天泡汤的情绪 就赶快回去 回房间了 好来 吴小姐 刚刚讲到有关于我们这个抢奶粉或什么 其实跟我旅行业来讲 没有那么深切的感受了 那我想说 其实我们可能比较关切的是 例如说胡茂这个议题 他并没有真正的跟我们的业者沟通过 其实我也很希望听到政府告诉我 你有参加过公听会吗 我比较抱歉的是 刚好那时候我都在出差 可是呢 我有问过我去听的朋友 他们告诉我说 其实就是政令宣导 其实你反应什么也没有用 因为他也没有让你双向沟通的 一个很好的机会 如果你反应了 我发现我看过 齐悦参加过的那个公听会 其实事实上 业者是有提出一些反对 或者是建议的意见 可是我真的没有感受到 我们政府跟官方有给我们一个什么良心的回应 你有添加吗 我们没有参加公听会 好像他说 他们完全不记得 而且我们又是被拆放的产业